大門上所不給盡 說好展開的連署啟動 沒想到前一晚郭台銘進辦 卻以資安演練為由 臨時喊卡 近10名郭粉白跑一趟很傻眼 郭辦宣布從20號早上時間開始 全台連署啟動 列出10縣市連署站點 永和站點也在做最後C艇掛布條 但休旦期咧 南投草屯怎麼先偷跑 民眾上門工作人員立刻接待 更拿出身份證連署 台北總站要資安演練 難道地方連署站不用嗎 要再做資安跟違安的演練 以確保最高規格的嚴謹 保護民眾的個資 地方今天白天拿到這些空白的連署書 找親近的人開始簽 我認為在法方上是沒有問題的 不僅陸站連署各縣市不同調 空站上極擴張的郭團隊似乎也卡卡的 據了解郭台銘至少找了三家大型廣告公關公司 處理廣告以及影視文宣 而公關公司又在各自找影片團隊 但似乎因為缺乏橫向溝通變得像多頭馬車 曾接觸過郭團隊的業界人士坦承 的確比較亂 郭台銘拼連署 短時間內大幅擴邊團隊能否迅速整合是個問題 未來也少不了政治議題攻防 郭台銘的難題隨之而來 曾經黃新城 鄭凱舟 談到 郭台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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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